宰相杜李能成传 说的到底是哪位宰相 宋朝宰相王安石中年丧妻 他又续娶了一个18岁的美貌妻子 而且很有才华 王安石整天忙着朝里的事 一天到晚不回家 年轻美貌的娇妻 耐不住寂寞 偷偷跟家里的仆人好上 但是很快就被王安石发现了 当时他并没有马上发作 而是在中秋赏月的时候 演了一首诗 表达自己已经知情 诗是这样写的 小切一听就知道 自己的事情被发现了 又羞愧又害怕 马上跪下来答道 王安石一想 自己已经年轻花甲 而妻子正是妙龄 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他 干脆赏他一千两白银 让他改嫁 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吧 事情传开之后 大家都夸赞王安石 宽宏大量 从此宰相肚子能成船 成了千古美谈 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